Sarrika 歡迎收看 沖港台 今天講的主題就是我這些衣服 所謂Fick Pink的衣服 如果有追蹤我久的朋友 都知道我有段日子很興奮這些衣服 尤其是出鏡就見見不同 當然這些衣服 從那裡來台為何會穿這些衣服 我都曾經試過在專欄講過 但未試過拍片講這些事情 今天就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都支持 看完它 為何會穿這些衣服呢 大家知道我是尖士邦粉絲 尖士邦很流行的 有些任務的時候可能脫了它又這樣 然後又轉過去 反轉又這樣 所以我家裡有些衣服都是這樣的 以衣服來講 正式的衣服 這樣是一件 反轉又是一款 甚至乎有一次去日本 看到有一隻jacket 很帥的 外表就是西裝外套 就是反轉 原來是一個bumber的軍套 又或者我之前也都試過在曼谷的一個洋服店 我試過在日本的網站 竟然訂到一些可以反轉穿的西裝 裏外都是不同顏色的 一件袋兩件 然後就拿去曼谷洋服店 叫做照板煮碗做 做了好幾件 有些是失敗的 有些是成功的 在表面藍色 反轉去穿 一起紅色 去不同的場合 一反轉就行了 黑色 跟著一反轉就變成白色 是很正的 那些就要投資少少了 因為都叫貴的 但這些其實很便宜的 這一隻的衣服 好像都是30元 20元美金左右 但現在已經沒得買了 很可惜已經沒得買了 話說我 我忘記什麼時候開始 開始上網找這些fake pink的衣服 後來就找到一個美國的公司 所以就買這些衣服 幫著買很多回來 買了之後 我第一季衝由泰國 就全部穿它的 因為我會覺得 大家看這個節目 除了看我之外 我都希望給大家看多些視覺效果 有這個當日妹 也有些古靈精怪的衣服 日後大家記不到我的人 都記到我的衣服 都會覺得這條有些衣服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甚至有一次 即是當時做都姐有問題 我都是專門穿這些衣服 又試過一次 都說 猜一下這次Roger穿什麼衣服 變成了一個佳華 都算是挺滿足 挺開心的 而那間公司 那時候都出了很多這些衣服 於是我第一季拍完《衝來泰國》之後 拍第二季 即是第二輯的時候 有再問他 他也繼續買這些衣服給我 後來又有些折扣給我 甚至乎有些香港朋友問 在哪裡買 我射給他 你自己搞定他 但是 因為這些衣服 真的不是很大路 不是很多人會買 他那間公司有的賣是真的 但是我相信生意都不會太好 而且他都不斷鑽研一些新的款式 但很可惜都不是太過受歡迎的 我估計有一些款 它是搞定了之後有個板 但是最後都沒有大量生產 結果將那些板就賣了給我 那些板有好幾件 應該是全球唯一一件 整個宇宙唯一一件 現在找不到的 那些的板 那些所謂的板 是比第一第二代更加好 做得很好 很精緻 很美倫美換 簡直是一個很特務feel 是幾可亂真 離遠看 真的以為我戴著一條絲巾 穿著一件很豪華的西裝 但其實是假的 只不過是fake pink的意思 都是挺過癮的一回事 直至到衝來泰國第三輯 我監製說 就是想我給人的感覺 是一個專業一點的旅遊達人 就不要再穿這些古靈珍貴的東西 那家裡不要緊 從那一輯開始 我穿回譬如Yuji Ese Miyake那些衣服 很帥氣一點點 而這一堆的衣服 其實我家裡都有差不多百件 又是很多 多到不得了 我放在那個衣箱裏面 都不知道怎樣處理好 你說賣給人 其實細體有些穿過很多次 都起毛粒的了 還有一些都叫做殘殘舊舊 當然遠看出的沒問題 但真正送給人 不要錄 變成都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 賣了更加不要說笑 今天胡先生這件衣服在這裏脫線 有沒有件新的 我給了20元你有沒有件好一點的 算了吧 作為一個記憶 現在拍這個衝來泰國的第七輯 因為都知道收到電視頭的訊息 應該可能都會是最後一輯的了 變了就是我記得我當日拍第一輯衝來泰國的時候 一離開鏡就是來拍巴提亞 來的時候那時候第一輯也是穿這些衣服的 所以從那裏出發就從那裏結束 今次特地來回巴提亞拍出流泰國 也是因為我最初來 最初拍第一輯是巴提亞 現在最後我都拍回巴提亞 最初穿這些衣服 現在都是穿這些衣服 都希望對自己來說一個回憶 但這些純粹是個人感覺個人感受 未必每個人都會得到 好像我這次出發之前 曾經拍了一張照片放到Facebook 說了一些說話 但不是每個人都明白我說什麼 但不要緊 有些人就說不要浪費了 我沒有想過扔 我沒有想過什麼 只不過是說 拿回這些衣服再穿一次 希望能夠回復昔日的光彩 這些衣服對自己來說 都帶來了一些回憶 因為之前最初第一第二輯的 就是胡偉聰和泰國 大家都因為這些衣服 而認識胡偉聰 亦都可能因為胡偉聰 而認識這些衣服 Anyway 怎樣都好 這些衣服都令我 有一個很特別的形象 最重要的就是說 不是通街買得到 有人說淘寶有 淘寶我找過是有的 但我都試過訂購 Quality就完全不是這個 而且款式都沒有那麼多 現在我收藏了百多件 有些款式正如我剛才所說 是全球只有一件 是沒有的 是找不到的 大家都很想知道 那些布料是什麼布料 它是 我說不出是什麼布料 它又不是Cotton 它是那隻怎樣呢 如果你不穿底衣服 穿一會兒 就會覺得底衣服很臭的 那些質地 但如果你洗了水 浪乾的話 很快就會乾 那叫做什麼呢 我都真的不知道 但怎樣都好 它的質地 是好過淘寶賣那些 但很可惜 因為可能疫情關係 不知道那個賣家 那個鬼佬 健康情況是怎樣 結果它那個Web site 都好像closed了 都已經沒有得賣 所以現在要找呢 都找不到 那我就很幸運 擁有這一堆的衣服 那這一堆的衣服 希望他日後有機會 再次再穿給大家看 無論任何節目也好 或者任何頻道也好 怎樣都好 我希望繼續延續我這個 古靈精貴的衣服的神話 好嗎 多謝大家